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屏幕上的小人物 现实中的真英雄 站在第一线 重在第一线 他们一身正气 他们执着奉献 他们忠诚无悔 义不容辞请善而出 这一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微电影的镜头中 你如果跨一分钟 这可能就觉得是个生命 探寻公安微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动人瞬间 天网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在公安部政治部举办的 全国公安民警三位大赛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微电影作品 在这些获奖作品中 广大公安民警以微电影的形式 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和编剧 但是就是因为真实 每部作品让你我感动 为了让观众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 我们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深入当地为你讲述一个个真实故事背后的创造者 他们就是生活在你我身边 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 这是一间七十平米的办公室 十几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工作着 屋子里一片寂静 气氛却愤怀紧张 因为这些年轻人正和隐藏在网络中的对手 激烈袖战 昆哥 德国队又进球了 阿肯定今晚脚很软 给我看一下奥文盘稿的赔率 对了啊 我们赔率上升0.05% 赔率给我提高一个点 让球改善平手 OK 今晚我要吃掉这些可怜的赌徒们 张队 他们把裴队改成1.2了 车磨架我动得很快 比赛上多久 还有25分钟左右 张队 什么时候抓人 你们说德国队还能不能进球 裴队还在上升 估计他们试下西藏多的钱 他们会在85分钟的时候收账 等他们不收招 坤哥 我们来立后掌了 好 我们也掌 现在下周阿肯定要多少 军队还在掌 还在今晚鱼不行了 等比赛结束带你们出去玩 好 好 先别高兴 有人跟我们一起探球呢 小说 换IP 收拾 张队 他们换了IP地址 追踪需要多久 追踪五分钟 做得好 这些年轻人都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民警 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维护着网络安全 网络犯罪存在于虚拟空间中 只要敲一下键盘 犯罪便悄无声息 蔓延开来 虚拟世界看似简单平静 实际却纷繁复杂 网警们随时严阵以待 遏制犯罪 我们北京网案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就是队伍年轻 我们平均年龄是32.6岁 网案工作呢 随着这个职能任务的拓展 随着这个互联网管理的需求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上的官局 我们从这个信息的监察 到这种打击互联网这种违法犯罪 到我们这个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 到我们网上的服务群政工作 等等这个职能在不断的扩充 网警既要拥有计算机相关专业技能 又要具备网络案件办理经验 为了让民众更好地了解网警的工作生活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专门制作了微电影 依然at 男主角起的名字也叫艾特 艾特大家就是圈A 互联互通的意思 它是互联网的精髓 女主角叫依然 我们觉得女孩戴个冉字很美 也体验了王警对网安事业的一种执着 应坚守的意思 特定最不高位置 已经到达指定位 等待命的 这稍微帮我面对 怎么受了 教授 往这一行行转账 已经开始了 大概需要十分钟 他们正在往今晚银行转账 转出去就没法抓了 快动手吧 又进了 四米零了 他们收盘了 准备收获吧 今晚记得要吃鱼哦 张队 再不进去抓人就完了 百分之九十五了 张队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交易已经完成了 那收工了 准备开箱面庆祝一下吧 毕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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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 我自暴力 我最似乎 可 我死亡走 那可 我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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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 一组收网 看来我的运气也没有得过对好 我跟你们走 大家辛苦了 境外银行是烟雾弹 钱已经赚到国内装甲南区 既然放长线就要调大银 走 取证去 完事请你示范 我跟王菊打赌我 今天德国队赢 准备收队 别动 这是重要证据 知不知道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010年 我们破获的赌球案件 从2011年 《依然》 AT中的情节 大部分取材于 北京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费总队 近年来侦破的案件 而片子的男主人公 AT 也源自于真实存在的人物 北京网案总队 二大队的副大队长 郑浩 郑浩出生于1978年 他的青少年时代 正是计算机技术 高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四方屏幕 所展现的一切 令郑浩深深着迷 我发现 计算机 它不仅能玩游戏 还能够 这个做 这个想做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开发一些游戏 做一些东西 郑浩在计算机上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它的计算机水平 也迅速提高 所有人的机器 只要中了病毒有什么问题 都是我给他们解决的 包括老师的 也都一样 其实孩子 尤其是耗尚心强一些的孩子 都从这上面找到一些 自己的成就感 2001年 郑浩加入警队 成为一名缉毒警察 在工作中 郑浩发现 吸毒人员的信息 都还是纸质资料 不便于管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郑浩利用自己的优势 设计了一套软件 对吸毒人员信息 进行系统管理 其实计算机是一个理念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计算机 这一块的思维理念以后 做很多事 你都会有一种 全新的认识 就是说你知道 什么可以用计算机来帮 协助你 帮助你 2010年 郑浩被调往北京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当博弈的对象 从现实转入虚拟 郑浩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 这么多显示器 干什么用的 住手 是你 你怎么在这 你们来得正好 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同事 这位是行侦队调来的艾特 在赌球岸上 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差点帮到吗 你们以后 要好好和艾特 学习行侦方面的知识 高原 叫我少涵就好 小语 陆林 我是桃桃 好吧 我叫李依然 大家好 我叫艾特 就是微博里的艾特 有个学生家长艾特 我寻求帮助 你们这还挺专业 看哪 大家看这 正好开始从经验丰富的同事身上 学习新的工作方法 而高原 就是正好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 当时 高原刚开通了一个微博账号 叫做传说中的女王警 当时我是觉得自己是网警 本身跟网络有天然这种亲密感 然后觉得网上出现了任何的一些热点 一些新的东西的话 都应该去尝试去感受一下 由于工作关系 高原会不定期发布防范网络诈骗的信息 这让微博的粉丝数迅速增长 随着人气的不断攀升 高原意识到 微博可以成为网警和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2011年3月1日 高原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份 北京市公安局网警的这个认证信息 然后包括我的警服的头像 然后包括我也在微博上正式承认 我确实是一名网警 不是传说中的 然后我也是说用最公开的态度 或者说最开放的态度 去跟老百姓说 我开这个微博就是想给大家一些提示 然后如果大家碰到任何的困难 都可以在微博上咨询我 网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 我们第一时间汇动到侦查和打击部门 来进行有力的侦查和打击 孩子成绩下降 都是这些色情网站有的货 这种网站的危害很大 它不单单传播色情内容 还对网民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 比如像这个网站 一定空榜有梦马病毒 所有登陆这个网站 和下载这个视频的电脑 都会有资料泄露的威胁 等什么呀 我故意在电脑里设立了一个 名叫密码的文件夹 这样如果对方盗取了我的信息 我就可以看到他在那边干什么 凭借着网友提供的点滴线索 高远和同事们努力追查 网络中的黑手 就每天都是有这种 怎么讲 充满了一些挑战 然后充满了一些未知数 这样的话就觉得说 每天都是新的 都是充满了新鲜感 必须得有一个多元化的知识积累 这是很关键的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得让自己不断地在学习 怎么样 找到位置了吗 什么时候可以端 这帮家伙 已经在三周内盗取过几百人的虚拟信息 他们偷这个有什么用啊 哎 现在网络犯罪的很多方式都是盗取虚拟账号 比如游戏账号 然后卖点游戏装备 这不是小搭小闹吗 这都是毛贼干的事 这里面利益很大的 前一阵我们抓了一个团伙 一年之内就靠偷装备卖装备 一年挣了五十万 这么多 而且他们干的神不知鬼不觉的 小爱 哎 你来一下 来啊 注册信息是个中学老师 女的 无千科 无网高纪录 我看不是他 搜索他周围的人 可以接受到他家无线信号的 我来看一下他的理议 宋小霞 电脑天才 十五岁开始编写程序 二零零三年入学 二零零五年因为参加非法黑客行动 被学校开除 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他了 应该就是这 按照照顾方案执行 注意一定要保护证据 嗯 好 你怎么来了 小门警察 就这俩小猫贼 还猫猫叽叽的 谁让你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网络案件的特点之一 就是抓人容易取证难 要是证据未回会的话 我们前面做的一切 全都白费了 你知不知道 待会去看看能不能修复 你们谁取的证据啊 你说呢 一宝看问题不大 比这惨的我都干了 一宝看 一宝看 电台修好了 数据也被证了 熟悉了网警的工作方法之后 郑浩迅速成长起来 他投身到浩瀚的虚拟世界 遏制网络犯罪 一天 网友反应的线索 引起了郑浩的注意 当时这个网站 它打着公益的旗号 就是说我们在为这个没有孩子的这种家庭 我们提供一个这个平台 让你们把孩子 你有孩子生了以后又不想养 或者没条件养的 你可以把它转让给这个没有孩子的这个家庭 它来给你收养 职业敏感 初始郑浩对这家名叫圆梦收养送养之家的网站 进行深入调查 他发现网站里所谓的收送养行为 存在着金钱交易 不仅如此 很多婴儿的来源十分可疑 就里边只要有一个孩子 是从这个家庭被拐卖 被偷被抢 被盗的 这个孩子在上面被卖了 我觉得这种平台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它对一个家庭来说 带来的伤害是太大 此事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高度重视 开始组织专案组 对网络上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 锁定了几个犯鹰网站 以及隐藏在网站背后的犯鹰团伙 这个网上的违法犯罪 它基本上是一个产业链 从最早网站的这种建立 到在网上平台的这种实施犯罪 甚至网上的利益的分配 是一个详细的产业链 2014年2月 公安部指挥各地警方统一行动 成功摧毁了四个犯鹰网站 及其背后的犯鹰团伙 解救被拐婴儿407名 抓获犯罪嫌疑人1169名 在多年的这种打击犯罪的实践里面 我们形成了北京发泄梳理 各地的配合核查 公安部协调指挥 各地同步行动的 这么一个打击网络犯罪的这种模式 屏幕上的小神物 现实中的真英雄 站在第一线 穷在第一线 他们一身正气 他们执着奉献 他们忠诚 无悔 一不容辞 请善而出 这一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微电影的镜头里 你如果跨一分钟 这可能就起来是个生命 探寻公安微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动人瞬间 天望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王警 在大多数人眼里 是一个有着神秘色彩的职业 这个社会面上有交警 有巡警 有治安警 还有一些刑警 我说你就把这些所有的警种 都放在网上 把网上当做一个社会来想 我说我们王警做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会把网 网络当成一个真正的社会 在管理 随着整个社会的全面信息化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网警必须时刻待命 保证各种网络正常运行 一些大的启示单位 基本上 凡是有信息系统的 这个都是我们在监管 就是他们的这个日常的信息系统 怎么建设 怎么去维护 这些都是一些相关这个国家标准的 还有一些像 咱们的水电器热 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说我需要我们也是不断的去跟着这个形势 然后去不断的做防护 当我们尽情享受着信息化带来的一切便利时 网警所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这在微电影依然爱的中 也有所展现 主美 现在是网络时代 控制了虚拟世界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明白 教父 警察 最近盯得很紧 一切小心为时 我知道 我们这次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而是一个人数众多 技术很强的黑客组织 大家注意看一下 照片上这个人 人称网络黑客教父 从他接手黑客网以后 居然在网站上公开的卖木马程序 公开授课 培养了大量的黑客 这是对我们网络警察的公开警察 同志们 这是一场战斗 我们必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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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行動 你 你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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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队 久仰丹 教父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承认今天我输了 但是不代表 你们警察就赢了 你真以为 我就是教父吗 什么意思 我能不是瘸子 就能不是教父 真正的教父 已经远走高飞 你们警察输了 网络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大多经过重重伪装 很难确认其真实身份 要将网上的犯罪证据 和现实中的嫌疑人 一一对应 网警们必须同时拥有 高超的网络技术 和丰富的侦查技巧 网上大家都无法见面 对吧 他们会觉得更隐蔽一些 所以要专门有咱们一支 网警队伍 专门拥有各方面 多元化支持 各种能力的人 才能更好地对付 日新月异的网上犯罪 原 现场已经控制 商量取证 把事物取消 判断 住居 房子 楼 阳 阳 够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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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勇敢的事情 我想大声地说出来 我爱上了网安总队 我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热爱我的战友们 警察永远是我引以为豪的职业 微电影《依然8》在网络上推出后 立即引发了观影热潮 通过这部片子 众多网民近距离体会了网警的喜怒哀乐 加强最后面的宣传 对增强这种 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网络安全的意识 衡扬这种社会的正能量 树立我们队伍的良好形象等等 最后面的效果应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时做过简单的一个统计 大概500多万次的点击量 可以说就是受到了网民的这种关注 反向也非常好 这部微电影不仅吸引了众多网友 也赢得了王景人的肯定 让我们组队内部的青年民进 看完了都非常兴奋 这个可以或是团结了队伍 振奋了士气 看完片之后 作为每一个王景人来说 他会让你感受到你更热爱自己的工作 然后更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鉴于微电影取得的良好效果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在宣传方式上不断创新 希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网民了解新型网络犯罪手段 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2014年4月29日 在首个首都网络安全日到来之际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公布了首都网警卡通公益广告 打击网络犯罪 保卫网络安全 我是首都网警 与此同时 在首个首都网络安全日活动期间 全国首个网络安全主题教育基地 也对外开放 基地的建成为广大网民 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 互动性强的网络安全教育环境 在这里 网民可以通过多媒体演示 实际体验 游戏互动等方式 了解和掌握网络安全知识 我们也是要把往上往下 这两方面的这种宣传 跟着结合起来 我们往紧进这个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机关 进网络 我们把这些跟着有机的 结合起来 强化这种网络安全的意识 倡导文明上网的 这种良好的习惯 促进了整个社会 培育良好的这种 网络法治意识 置身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网警每天都要迎接新的挑战 他们运用手中的鼠标键盘 坚决保护网络国土的安全 营造出一个真实新朗的 网络空间 屏幕上的小人物 现实中的真音血 他们一身正气 他们执着奉献 他们忠诚无悔 探寻公安微电影背后的 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动人瞬间 天网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